若你的血糖高了,睡觉时会出现这五种情况 看看你有没有,作为现在大多数人最关心的一大健康问题 糖尿病往往会在你睡觉时传递信息 当您在睡前或者睡觉时出现了以下五种情况 那很可能是糖尿病在向您敲响警钟 一定要注意了,睡觉时有这五个迹象,可能是血糖偏高的信号 一,夜间尿频 当血糖水平控制不佳时,血糖水平就会持续升高 使肾小球的滤过滤变高 肾脏也就会滤出更多的尿液 并且高血糖状态会导致抗力尿素失衡 使肾小管对尿液中的水分重吸收功能降低 从而导致尿液的排泄量增加 尤其是在夜间,是人体代谢最旺盛的时候 会处理一天中摄取的各种物质 这也就是为什么往往糖尿病患者会在睡觉时频繁起厌 另外,高血糖患者的尿液中一般会含有更多的葡萄糖 当其浓度超过肾小管的浓度预值时 就无法被重吸收 从而和尿液中的水分结合 导致大量的水分排出 引发脱水,刺激尿液更多的产生 长期高血糖也会引起神经系统的损伤 这其中就包括对尿液控制有着重要作用的自主神经系统 一旦其出现了异常 尿液的排放很可能就会过度 二,口干口渴 如果您经常出现夜间睡觉时感觉口干 口渴,嗓子也因为缺水感到难受 那就要小心是不是糖尿病了 由于血糖过高 体内的渗透压就会增加 导致尿液中的葡萄糖增加 使得肾脏无法完全重吸收尿液中的水分 水分大量排出后 身体内的水分存储不足 就会释放口渴的信号 不过,如果有些朋友习惯用口呼吸 或者在睡前喜欢喝啤酒 也是会导致口腔中的水分挥发 在睡觉时容易口干口渴的 所以一旦长期出现这种异常情况 还是要尽早地去看医生 看是不是高血糖导致的 以便及时治疗 三,疲劳乏力 睡觉本来就是一件放松 让身体有充足时间来进行自我修复的事 一旦在睡觉时出现了疲劳乏力 那很可能就是高血糖导致的 糖尿病患者由于胰岛素抵抗 或者胰岛素分泌不足 血糖水平往往都比较高 在这种高血糖的情况下 身体细胞无法有效地利用葡萄糖 来作为身体的能量来源 身体一旦缺少能量 就会感觉疲劳乏力 并且由于糖尿病患者需要频繁企业 再加上脱水导致的血液粘稠度增加 氧气输送不足 血液循环不畅 就会影响睡眠质量 一溯下来也会出现疲劳乏力感 像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的神经性病变 心血管疾病等并发症导致的心血管系统 和神经系统功能受损 也会让人在睡觉时感觉疲劳 四容易饥饿 在晚上尤其是睡前 是血糖水平波动最不稳定的时候 当血糖水平过低 出现低血糖时 就会导致身体释放大量胰岛素抵抗素 让人产生强烈的饥饿感 并且由于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 胰岛素不足引起的神经上的病变 会影响到胃肠道运动和消化功能 导致胃排空速度减慢 这样就会使食物在胃部中的食物滞留时间更长 所以即使晚上进食了 在睡前也很容易会饥饿 五、皮肤臊痒 由于高血糖会导致身体水分流失 皮肤就会因此变得干燥 所以就很容易出现臊痒的感觉 另外 由于高血糖患者的免疫功能不太好 炎症胭脂就会干扰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 从而降低炎症的调节能力 导致皮肤更容易出现真菌感染 从而引起臊痒感 而且高血糖患者的皮肤感受器 往往比常人更加敏感 也就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 所以就更容易感觉痒 预防糖尿病坚持这样做 高血糖往往是糖尿病的前兆 而如何预防糖尿病也成为了很多人越来越关心的问题 坚持这几招可以有效地控制糖尿病 一、维持健康的体重 虽然现在是一个审美包容的时代 但将体重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素质内 更多的还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助想 当人体处于肥胖状态时 脂肪细胞会释放多种细胞因子和激素 这些物质都会干扰胰岛素的正常作用 出现胰岛素抵抗 使其无法正常地通过摄取葡萄糖来降低血糖水平 这就很容易导致糖尿病发生 并且肥胖还会导致身体出现慢性炎症的状态 像肿瘤坏死因子这类的炎症因子就会被释放出来 去干扰胰岛素信号的传导 会进一步地增加胰岛素抵抗 所以想要避免高血糖 首先就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重 二、均衡饮食 想要避免肥胖 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管住嘴 首先在平时的饮食中 就要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当碳水化合物被摄入后 就会被分解成葡萄糖 然后进入血液中 长期的高血糖水平 就会导致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 使胰岛素细胞慢慢衰减 从而使葡萄糖的代谢出现紊乱 但是减少碳水化合物 并不代表完全排除碳水化合物 像白米饭 面粉这种精良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 通常比较高 可以有用全穀物或者糙米来代替 平时也要注意新鲜瓜果蔬菜的摄入 保证纤维素 维生素和各种矿物质的合力供应 绿叶蔬菜 坚果 种子和低糖水果都不会对血糖水平产生太大的影响 同时 平时吃东西也要注意忌口 像高糖高盐或者黄油 动物油制作的这类食物就不要吃了 避免身体摄入太多高热量食物 使血糖升高 另外 酒精也会导致肝脏的功能受损 使胰岛素分泌受影响 其作为一种高热量物质 含有的卡路里也会使血糖升高 还会引起其他并发症 所以也要适量研究 三 适量运动 想避免肥胖导致糖尿病的第二步就是迈开腿 通过适度的运动可以提高身体对于胰岛素的敏感性 能够更有效的将血糖转运到肌肉或者其他细胞中功能 还能使肌肉对葡萄糖的摄取增加 利用率也会变高 血糖也会因此被更快速的消耗 像健美操 散步 骑行这些有氧运动都很适合我们日常去选择 除了以上这几点需要注意之外 平时也要多去检查身体 这样才能密切地掌握自身的血糖情况 看自己是否需要特意控制 最重要的还是在平时就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好把糖尿病扼杀在摇篮里 感谢您的关El